這個影片是提到Malloc 就是Dynamic Allocated Memory的一個做法 那Dynamic Allocated Memory它就是 Dynamic就是動態 那Allocated就是配置 所以它這個意思就是動態配置記憶體 那它跟我們平常記憶體有什麼不一樣的 平常我們如果在一個function 就是一個other 就是在man以外的一個function 那假設叫test好了 那我們再自己開一個叫integer的j 那我們在test 就我們在這個function結束之後 那我們其實這個function裡面 所有用這種方式 所配置出來的記憶體 其實全部都會不見 就是我們離開這個function之後 裡面像integer的j就不見了 那我們要怎麼才可以保留著 就是哪一個東西去指著它 或者是保留著那塊記憶體 是給我的程式具實用呢 那就要用到這個 而且動態記憶體它可以在程式裡面 就程式當中進行配置 可是我們平常這種像inti 然後譬如說我們可能想要做一個array這樣 那我們array平常我們都要在裡面填個數字嘛 我們填個數字是代表說我們要開一個 十個integer的位置的一個陣列這樣 那我們這種陣列的宣告一定中間 中間一定要有一個數字 就是一開始就要告訴系統說我要 我要問系統拿多少個 多少數量的東西 拿來做的東西這樣 所以我們平常這些東西裡面是不可以這樣填的 所以我們是不可以 我們是不可以裡面做這樣的東西 假設說 我們這樣我們先要使用者輸入一個i 那輸入i的意思就是使用者想要有多少個 正列的 就想要有多少那個正列的大小多少 然後他輸完之後再把i填進來 然後再宣告他 這樣其實是不合法的 這樣是在比較嚴格的便利器是過不了的 所以我們 所以真正的做法的話是應該要像這樣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一個指標 一開始先弄一個指標 好 那這個指標就指著一個null這樣 那指標指著一個null 就代表他沒指東西嘛 那實際上我們在操作一個dynamic allocated memory的時候 其實是他就是有一塊記憶體在那邊 你需要拿一個指標去指著他 意思就是 當你 當你這樣子配置一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有一塊記憶體在這邊 有一塊記憶體這樣 那你的程式需要有一個 需要有一個pointer 去指著他這一塊記憶體 是怎麼去使用他這樣 所以他跟我們平常的變數有一點點不一樣 他就是 他也是可以當作變數去使用 就是平常我們在用的東西 只是他因為這個是動態的 所以他 他離開那個副程式之後這一塊並不會消失 然後這一塊就留在這裡 所以你有一個指標要指著他這樣 所以自己的做法就是像p等於 然後在malloc裡面 他其實 他malloc裡面 其實就是直接 就是這一塊 掛號裡面 就是直接 宣告說 需要多少的那個大小的記憶體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 假設 假設我們如果 大家都知道character的大小是1 就假設我們character有一個CC好了 那characterCC那CC的大小就是1 所以假設我真的 如果我想要宣告一個 假設如果我想要宣告一個指標 去指著一塊動態記憶體分配出來的那塊記憶體 而那塊記憶體的用法就是用在character上面的話 那其實我大可以直接 那我可以直接這樣寫也可以 這樣寫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我 他這裡面是那個大小 那character的大小是1 所以如果 我要直接分配一個動態記憶體給他 我可以 就直接在自己這個大小裡面直接填1 那就分配了1給他 那這個是 costType 也就是說我把這塊記憶體 就這塊記憶體在創作出來的時候 它是沒有任何的那個 形狀在 就它不適合哪一種datatype去看它 所以你這塊記憶體伸出來之後 你就要把它costType成 它應該要成為的那個 那個datatype 然後再給這個p這樣 所以做法應該是這樣 所以呢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邊 使用者輸入i 就是代表他想要開多大的那個記憶體這樣 那我們在自己就p要用一個記憶體給他 那假設使用者輸入了5好了 那我就要開一個array 而array裡面是有5塊integer的記憶體這樣 所以我們自己要用這樣的方式寫 integer of size of integer 那size of integer就是代表它會反映著 因為每個變異器的integer character可能大小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就用size of integer 這方式去寫 那它就會 根據它的變異器會配置回那個大小的記憶體給我們 可是這個只有一個integer 所以它這個只是一個int的一個大小 所以如果假設使用者輸入了i這樣 那我要配置i一個integer給他 所以我就要自己稱i 這樣 那像我剛剛所說的 自己需要有一個cost type給他 那這個就是這樣 因為它這個是指標嘛 所以你兩邊的datatype一定要符合 它弄出來其實是一個位置 所以你當然要位置要傳回給他這樣 那我們試看看變異看看 喔 對 忘記講malloc是需要 這個 standard library的 head要記得要弄 好 那變異成功 那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我們做法就像 假設我們輸5嘛 然後我們再 那像我們剛剛所說 p就是引直的那塊記憶體了 也就是說它就感覺上就有點像是正列的 就是 剛剛那塊記憶體啊 那自己有i一個 那這個是int的形態的 那現在就有一個p 這個東西就指著 這個東西就指著第一個位置 那這裡有 假設就 i一個嘛 它就指著這裡 所以你 這個位置就是p 那這個裡面的值就是信號p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p加1 那裡面的那個東西就是 信號然後掛號p加1 它的原理就是這樣 跟我平常用的正列很像 所以我們這個就可以直接寫p加i 那p是位置嘛 i就是 欸 j啊 這樣 那就是不斷的往後面輸入嘛 那我們先逼一看看 好 那沒問題 然後我們再把它 print出來 j 好 往邊移 好 那我們假設現在輸入9好了 那我們 然後我們就輸入 9個字 那就 11 2 3 3 這樣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得到了 我們自己就總共 因為我們在輸入9的時候 它 在這裡輸入9 然後自己就配置了9個 size of int的大小 所以我 配置出來 然後再把它 cost type and integer的 pointer 其實它就是位置嘛 然後就傳給p 然後自己 就輸入9個 資料 然後自己就print9個資料這樣 那自己也是正常的顯示的出來 那melut的做法就是這樣用的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 拆成一個function去做 假設我們自己叫做 createMemory 那我們自己就弄個 size 這好像有run喔 好 那我們自己就 跟剛剛一樣 我們就給它一個 輸入的大小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p 就等於 欸 等一下喔 好 打錯 這樣是放右邊好了 好那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就跟剛剛一樣 自己把input傳上去 那input假設輸入9的話 那自己就傳了9 然後9就乘以這個 一塊的size of int的大小 好 那我們自己就一樣 做一樣的事情 做一樣的事情 嗯 這要是從左邊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 termreturn回去 好那我們在這裡 到底做什麼事情呢 那return一個 位置 那我們這次return一個位置 已經出去滿 因為我們這其實是一個 指標的變數 就是一個point variable 那我自己弄了一個point variable 然後我把 這個point variable 就指向 欸 對 就指向一個 新出來的memory 然後我再把這個指標變數回傳回去 那回傳回去的時候 其實它是回傳那個 因為指標變數嘛 一個point variable要回傳 那它的整個function的形態 一定是要point variable 那回傳的時候 其實tame已經不見了 就回傳回去之後 tame已經不見了 可是這塊記憶體的位置 就經由tame回傳回來了 那傳到這裡 也就是給了p這樣 那我們先來看看 便宜有沒有問題 好應該是沒問題的 然後我們再像剛剛一樣的做法 好 那我們就直接輸入6 然後1 然後1 1 2 3 4 5 9 好了 那我們也看得到 我們就很正常的 就輸入回 1 2 就我們輸入6 那我們自己就create一個memory 然後 然後 經由integer 的一個pointer 就回傳了 那個 創作出來的 就是建立出來的 那個memory 的那個位置 回傳回來 這邊 然後傳給p 然後我們就自己就跟剛剛一樣 就輸入 東西進去 剛剛 創作出來的memory 然後再print出來 那答案也是對的 好 那這個就是 這一次 那個malloc 那個dynamic allocated memory 的一個教學 那接下來就會講到說 有關 用strut 跟 malloc的方式 去做link list 那在下一個影片會提到 那在下一個影片會提到